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王牌财经所 我是财经所的所长王瞳王大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市场上 沉寂已久的题材 就是光学股 并且会介绍到一些 大力光 玉金光 还有6517的宝胜光学 那么在这边也请大家 要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 我的最新的影片 讲到光学股 市场上关注的都是 每年新推出的iPhone的机型中 对于镜头的用量和使用的技术 有没有明显提升 以目前iPhone 4 Pro为例 长焦镜头已达到7P 这个P就是代表塑胶的意思 比如说iPhone 14 Pro的长镜头里面 以及有7片塑胶的镜片 这样子带来的后果就是 我们手机的镜头会过度突出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苹果在今年的9月到10月附近 将推出iPhone 15系列的手机中 会采用浅望式镜头 而苹果这样子做这个决定 等于帮助了拥有技术理性的大力光 发挥了更大的优势 因为浅望式镜头很难做 良率也很低 浅望式镜头 其实就是把潜水艇 用在浅望镜的技术 搬到手机上来使用 这样子各位一想 大家就清楚了 那透过浅望镜的原理 就是可以把变焦镜头 隐藏在镜片之下 并于所需的深度 转为垂直或横向的方向 这么一来 我们在使用伸缩变焦时 镜头就不会突出驴机身 那么根据全球视调机构估计 全球智慧型手机镜头出货量 第一名是中国的顺宇光电 第二名是台湾的大力光 这两家的视线率 大约各有30% 预清光值得排在第四 视线率大概只有7% 不过这并不是代表 一个最新的资料 各位如果了解一下 主要玩家有谁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就是 里面的大力光 大力光是一间 很纯的镜头公司 主要收入来源 也都是卖镜头 其中又以应用在智慧手机为大宗 当然还有目前很少量 但成长性很高的车用镜头 与AR、VR的装置 我想AR、VR的装置 大家都清楚 就是所谓的元宇宙 那整体看下来 大力光在2022年第四季会忧虑同期 主要也是苹果iPhone14新机的推出 至于2023年表现上 我认为今年下半年 大力光的营运会有机会更上一层头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大力光的股价都下不去 虽然股王有换成信滑 但是大力光一直慢慢的盘肩向上 现在原因王瞳在这里都告诉各位了 因为在8P镜头可能会被很多新机种采用的情况下 可变光圈还有浅望式镜头 大约会在今年下半年逐步的放量 这就是王瞳今天要提醒各位 未来要是大力光 它的采用利润比较不好的车用镜头的业务 那么大力光的利润就有下修的空间 这一点也请各位一定要多注意到 接着我们来看 大力光在竞争对手上 也是市场上常常是涨到光学股的二哥 3406的郁金光 我直接跟各位报告重点 郁金光在技术获利以及良率上的表现 都是比不过大力光的 所以股价当然也比不过大力光 况且在苹果iPhone15系列的浅望式镜头题材上 郁金光受惠程度也是比大力光要小很多 应用说的话就是浅望式镜头的推出 有助于推升整体智慧手机市场上对镜头的需求与规格 那么在智慧手机镜头上也有一个市场率的郁金光 当然也有受惠的空间 那为什么市场上对郁金光的讨论度依旧是很高 因为郁金光相对于大力光的优势又在哪里 答案就是在多元发展与持续成长 其实你如果仔细的看一次郁金光与大力光毛利率的比较 你就会发现到大力光的技术强是良力高的关系 并有享有高毛利率 但是大力光的毛利率因为整体总体经济与全球智慧手机出货量不佳的影响 所以呈现下降的趋势 相反的郁金光的毛利率虽然比不上大力光 但是表现上相对稳定 这是因为跟专注于智慧手机的大力光来相比的话 郁金光在业务上会更多元化 那么大力光的产品有九成以上都是应用战手机 而郁金光则是预计在2025年附近 非手机应用战的比例可以达到30% 为了这个目标 郁金光也积极拓产车用镜头 也就是车载镜头与AR、VR装置 在车载镜头方面 郁金光目前已有二到三间的客户 因为车载镜头认证期较长 所以现在的量不大 那么在AR、VR装置的领域当中 目前郁金光是全球最大品牌VR产品的主要供应商 像是郁金光就是META VR装置的最大镜头供应商 未来VR产品逐步放量的情况下 郁金光预计今年VR产品占的比重会达到20% 最后我们来看看6517的宝胜光学 刚刚提到的大力光的强项是在智慧手机 郁金光是在AR、VR装置上面 那么宝胜光学的强项 不一样以外 那采用的镜头也不相同 大力光与郁金光 采用主要是塑胶镜头 但是宝胜光学的产品是以玻璃镜头为主 所以宝胜光学在产品上的应用 可以用于医疗、军工与职业摄影师上 比较看不到消费性产品的影子 也就是说 宝胜光学的产品 它是比较偏重于专业的用途 而不是消费性的用途 虽然宝胜光学的产品比较属于小众市场 但是相比手机镜头、无人机 还有人造卫星的镜头 那对使用的环境、温度、重量的要求 会更严苛 解析度也更需要更高的追求 这个是绝对必要的 甚至还需要具有防辐射的功能 现在就是协助研发生产 For Mosa 卫星8号 搭载镜头组的宝胜光学 更是占了先行者的优势 宝胜光学因为生产了福尉8号 搭载的修正镜头组 而被市场顶名为军工概念股 目前宝胜光学自己是乐观看待 2023年营收有机会双位数的成长 那这里面显示的主要就是因为 各国积极投入军用无人机的部署 预估从2022年到2025年 全球军用无人机的市场规模 将从165亿成长到343亿美元 今天呢 我帮各位介绍了三家光学股的公司 分别是智慧手机领域的光学股的股王 大力光 以及在AR、VR领域 表现成长光学股的二哥玉金光 最后就是把镜头 运用在无人机的军工概念股上的 宝胜光学 那么今天帮各位解说的 应该也算是比较深入一点的解释 如果您想知道更详细的内容 或是有任何更深入的探讨 欢迎各位可以在下方留言 并且欢迎各位订阅分享 不要忘掉了 开启小铃铛 你就不会漏收了王瞳的讯息 今天就帮各位讲到这里 我是王瞳 我们下周四晚上9点钟再见 请不请不请不吝点赞 订阅 留言